巴仙晨曝患者和家属祝福 明天慈激基金会在花莲将举行一场祈福会 今天进行总彩排 花莲学子也以音乐和歌声传达他们深深的祝福 认真的练习要将最好的一面呈现 花莲国风国中直笛队 以及上腾中学原住民合唱团 要以音乐表达对巴仙晨曝的关怀 我们今天还是学生 我们没有什么太多的金钱可以去捐助他们 就是用我们的歌声来抚慰 正在床上努力的人 替他们家要打气 还有医护人员 在暑假期间 这一群学生牺牲假期到学校集训 就是希望以原住民的歌声抚慰伤痛 在原住民文化里面 这首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 当他们族人发生灾难的时候 他们都会献唱这一首祈福歌 来为那些灾民祈祷祈福 这位同学手臂上的伤疤是两岁时 被滚烫的汤所烫伤 因此他很能同理 这小的我都快受不了 客观是大的 要向他们加油努力 阿弥陀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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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魂厚的歌声满满都是祝福 花莲在地学子 为八仙晨报尽心力 以爱夫位迎向阳光 为神报伤者祝福 为英务团队加油 加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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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家新闻 真善美志工杨宝月 李玉莲 花莲报导